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张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这次来的诉求是 我想和我老婆 不想再生活下去了 是离婚的意思吗 对 一直是三年的孩子 我们两个都精神 现在走不到一起 主要压力来自于什么 钱能压力吧 这个压力有多大经济方面的 也不算很大 才50万 刘鼎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是二位 我的诉求是 她的这个性格方式 能改变的话 我还是愿意 跟她继续下去 按照刚才张先生的意思 其实你们现在的经济压力 是存在的 但是也不至于会把人压垮 说实说 但是每个月要还的 从哪里来呀 生孩子的事 我一直在积极备合 我一直在休息 离过婚的刘女士告诉我们 再次和张先生结合 走入婚姻 她倍感珍惜 但生孩子的纠结和债务的压力 让她和张先生的相处 变得步履为奸 张先生现在已经提出了 离婚的想法 为什么创业和生孩子 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在这个家庭会纠缠不清呢 张先生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 没有遵守婚前的承诺 所引发的 在没结婚之前 我们两个开始的事件 我就想要个孩子 因为我们两个年龄 都是大龄年龄的嘛 我是37岁结婚 她大我一岁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 我是看她 刚刚离婚两年的时间 身体也是很脆弱的 我当成一个 爱她的男人来说 我肯定先把她的身体养好 隔了一年的时间 我爸的身体也养好了 我们两个也结婚了 我就说呢 要不咱们生个孩子吧 一年相处的时间当中 有没有两个人一起讨论 比如说 生孩子这件事情 对于张先生来说 是你很看重的 有这样提过吗 当时也这样说过 我的内心很强烈的 她也能看得出来 她很明白的 对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本来是打算要生孩子的 但是呢 我是强烈想要 我先把店开起来 过个半年 我再生孩子 这个店是我想要开 当时呢 她支持了我 开这个店会 为什么会跟生孩子 会有影响 因为一旦开店 那我自己就会要学习 就要管理 就会比较忙 那就是从身体上 心理上 就不利于就是这个怀疑嘛 接过会呢 有两个月的时间呢 那之前心情也好了 她说她想开个美容店 也是她去学习了两次 带我也去了 当时呢 我也陪她去了 去的时间呢 我们也是想学习 当时交了两万八千块钱呢 就是一个学习费用 我想呢 以后的这个大美业 大趋势是很需要学习的 她自己又 自己单独地去一趟杭州 交加盟费 自己没有给我商量的情况下 又交了一些加盟费 回来就和我说 我要强烈地干这个店了 如果她当时跟你商量的话 你会同意吗 发自于内心的内心 是不会同意的 你会觉得 对要生一个孩子 这个事有影响 对 从张先生的角度来看 是先生孩子 还是按照她的想法 先创业的话 你会选择我们先生孩子 对 然后再考虑创业的问题 对 但是学习可以不影响 对对 那最后 她都已经交钱了 那这个事就是不得不干了 是这意思吗 对 那生孩子这个事 那我只能妥协 再让上一年嘛 大龄晚婚的张先生 结婚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要生孩子 她以为把妻子的身体养好后 这件事情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进行 可是妻子却把开店做生意 摆在第一位 纵然不情愿 张先生还是满足了妻子的心愿 店开起来之后 生孩子的事情就能顺利进行吗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生意没做多久 经营便出现了大问题 也是运营一个很大的店 我说你假如干 咱们两个先说明 你这是一个老师 你不能参与太大的管理和运营 他说那行的 后来在运行之中呢 他看我的经理也不行 店长也不行 都在否认了每一个人的能力 他说他行 经营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店长经理都经营跑了 当店员不能适应他的时候 能不能通过你跟他提意见 改变一下这个事 不行啊 你对美业不懂啊 那后来这个店造成了 什么样的损失 是谁能失了是80万